他同學聽了還聽訊嗎 好那那我想開始好了 很好的 這個聲音怎麼都聽不太到 聲音很不清楚也斷斷續續的 看起來台北的東西聽不太清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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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聽得到嗎 呃 好像好一點我不曉得其他同學聽得怎麼樣 你再多講一些 你繼續講好了我們看看 他這個聲音好像還是不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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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這個對新銀行不太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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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不是我們先請另外一組先報告好了 另外一組準備好了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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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來報告 嗯 我們是第四組 然後 因為我們一開始 助教分配業術就有些誤會 所以我們多讀了一些部分 然後我們也打算一起報告 OK 好 然後謝謝 我們就是前面他有 我們多讀的部分就是可以用些指令來控制後面這些ROS裡面預設的變數 那首先先來講這些ROS它其實是有分安全等級的 它就寫在像最下面那裡 Severity 它是嚴重性 那如果是像Prohibit這種它就是會 當你寫錯的話它會幫你報Error 那 有寫過的時候你可能會發現你下面有很多Warning跟Information 但這些它都不會影響你的合成有沒有成功之類的 所以說應該可以當作提醒 但是Error就會讓你Fail 下一頁 嗯下一頁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 講一些我們有讀到的Rules 第一個是 訊號在比較的時候不要看X和Z比較 因為你在合成的時候其實它不會分是X和Z 它只有在simulate的時候才會分X和Z 那可以對照下面這張真值表 X和Z的表現上是有差別的 但是在合成Synesis的時候一定會被當成Don't Care 所以X跟Z不要用要改用問號的那個Don't Care的表示方式 下一頁 對 那下一個如果是在講 你可以 等一下 對於剛才那頁我補充一下 就是 首先第一點 在我們做Design的時候 然後我們經常會用Don't Care 利用Don't Care的特性 你可以想像 今天假設我的Input變數 有10個變數好了 Input有10個 那它的Binary的排列組合有多少 就有1000個 那1000個 那1000個我不可能 假設我用CaseStatement 我不可能列出1000行嘛 對不對 所以我某些信號在這種狀態之下 它可能就是Don't Care 那Don't Care你在用CaseStatement的時候 它對應那個變數的位置 你就會打問號 對不對 你打問號 OK 那你今天假設打問號的話 那 假設你是用標準的Case 啊 的話 那你就是0101 你都要列上去嘛 那你假設用CaseZ的話 你就可以用問號 OK 那問號 你來看這個CaseZ的話 OK 那麼 假設你是CaseZ的話 那你的 Z 啊 就可以 可以 它 你假設Z的話 它是01Z X都可以 我看看 你這個 表 你這個表好像不太對 欸 這個表 我看看 我看 你假設是Z的話 就可以跟這些都比 對 可是它跟X 假設是CaseX的話 它對所有的都可以比對 假設你Input是X的話 這個有點 這個表好像有點問題欸 嗯 嗯 在哪一個部分 你這個 假設你是 CaseX CaseZ的話 它可以跟01來比對 但是CaseZ假設是X的狀況 Input是Z 的話 它可以 對所有都比對 對所有都比對 假設你Input是X的話 嗯 呃 哦 假設是01就會 比不對 你假設用CaseZ的話 OK CaseZ假設你Input是X的話 它 0跟1就會比不對嘛 OK 啊 就會False 那假設CaseX的話 你Input是X的話 你Input是X的話 對所有狀態都可以比嘛 都是 它都認為是對的 OK 好 所以 所以你今天假設 像平常我們在做 Simulation的時候 呃 假設你的 假設你用的是 呃 CaseX的話 啊 而Input是X 的話 那麼 你在做Simulation的話 這下面 啊 就是任何狀態 它都是比對的 OK 就你就不會翻 你就不會找到 就不會有問題 但你假設是 那個 Input是X 但是 就說我假設CaseZ 然後我Specify 它是0或1的話 OK 那Input是X的話 那0跟1 其實就會 就會比不對 啊 就那個 那個CaseStatement 就不會成立 啊 那假設你用的是 CaseX的話 啊 那 Even01的話 那你的狀態還是比對 OK 所以 這種就是 我剛才談到第一點 我們在做底戰的時候 我們會經常 用Downcare Condition 啊 所以你在做Specification的時候 你會 因為這些信號 你是Downcare 你會打問號 OK 但是 假設Input是X的話 那 你就會有些狀況 Even你是Specify01的話 它還是 是比對的 啊 所以都會造成你的Simulation 跟Actual circuit會 會 就是實際的Silicon來講的話 每一個信號State 要嘛就是0 要嘛就是1 啊 沒有X這種狀態 只有在Simulation的時候 會有X OK 啊 所以我們平常在做Case 用這種Case的話 我們盡量避免用CaseX 啊 CaseX會造成一些 就是這邊PRE跟Pose Simulation的 旅照 may not match 所以要 要蠻小心的 呀 我也recommend 如果 如果 信號DownQ的 請換的話 你用CaseZ 而不要用CaseX OK 好 那我們再玩 繼續好了 好 下一頁 接下來這個 如果講的是 左邊 就LeftHandSide 跟RightHandSide的 位元長度 要 一樣長 像下面這個例子 他C是 7位元 然後他 那個 右邊括號 只有6位元 這樣他就會幫你報錯 咦 這邊是7位元 倒閉 但是他下面 的3.3還要補充 就是如果你是 右邊 就是把左邊定成右邊 那你右邊 如果比左邊的長度 還要短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修正 這是沒關係的 下一頁 然後接下來 這個如果我講的是 你在使用 常數的時候 你要標好 他是 你要幾位元去表示他 還有他是 用什麼敬位法 就是你的BASS 要清楚的說清楚 那看下面的例子 綠色的 HandSide 1的時候 1不用特別宣告 因為1在任何敬位法都一樣 那另外一個綠色 他像 他那個2的時候 他就寫 那是32撇D的意思就是 他是 32位的長度來表示這個2 然後 那個D是指 後面那個2 是用2進位 是用10進位 Dismore 來計算的 那如果你沒有寫好 特別是 在和其他的代數 在做運算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寫好這個BASS的話 他就會報錯 下一頁 然後 GAA在講的是 當你在使用 等於 或者是大於等於這些運算的時候 如果你的 電數的那個BASS 長度超過8位的話 他就會造成電路的很複雜 那 他這個 8這個數字 他是設定在 藍 那個我們圈起來 紅色裡面那個藍色字 ORIS RAW OPMAX SIZE 這裡 那如果你要更改這個值的話 你可以透過指令去改成這個值 老師他這裡的標題寫 他說超過 8bit 的 在等於上 他就直接幫你判成等於 我是這個意思嗎 會有這個效果 我這個我把這個Windows放大一點 欸 我的解讀是 你在做等於等於或大於幾種 要是比較的位長超過8位的話 他會直接幫你判成都是等於 等一下你的SHEARING好像不見了 喔 對對我看一下 喔OKOK 看一下喔 你的問題再傳說一點 嗯 我理解他是說當你做等於等於或者是大於這種關係比較 那如果比較這兩個數的位長就是bit width都超過8位的話 他就會不幫你判斷 判斷成等於 他超過 超過那個部分就不比較了 好看 嗯 Flex operation 或Operate Modern 8B 3 4 1 1 1 2 這你有兩個變數 然後他的bit width不一樣 對不對 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起的是bit width太長 超過8位 其實比較來講 你是 這是做運算 這是conditional expression 他有沒有例子 他沒有給例子 這個沒有給例子 這我們再看一下好了 這個 10.5.1 我們記一下好了 把這記下來再了解一下 好 不過他這個8的這個限制就是可以透過一些函數 透過一些指令把那個限制改掉 下頁 然後 在 這個Rawr講的就是 你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不要使用處法或者是餘數 mod的部分 因為他會造成你的電路很複雜 那像是如果你要除以二的話 你不要寫除以二 可以改成寫向右移兩位 所以在我們前化這個電路 上禮拜的那個 的Lab就提到 就不要用處法的線路 就是你 你要 因為一般處法他就會不會考慮到你是二鏡子 因為二鏡子的話 你可以用shift這些 而且他就不會take advantage 原來input data format的特性 所以你應該要 針對你input data的特性 做特別的Customization 而不是用general 就是普遍性的這種處法 來處理 否則的話處法的邏輯是很大的 上禮拜的那個conventional logic 所以想到modular的這個 的處理方式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修過 這個arismatic的 的logic design這種課 就是教乘法器 除法器啊 加法器這些 那他基本上就會利用一些樹 這種binary的一些特性 來做automization 這個主要在講這個東西 就是 不要就單純就用一個處法 懲罰對不對 你要考慮 你這個data的一些特性 來做一下 好 了解 好 下一頁 然後職業建議的就是你在做 像是counter 或者是一些數字代數的變換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讓它01230這樣跑 你可以改用grade code 是這種每次更改只改變一個bit 的這種編碼方式 讓它的電路在執行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出錯 對 對 這主要 主要這個是 我這是再補充一下好了 呃 我再回到剛才 呃 剛才那個 呃 呃 那你一個方法 你你就可以打 你可以說我是一個負數 假設我一個number 是一個integer 30B的integer 那你取負數的話 你用velocode 你可能就寫一個負數在前面 OK 可是這個負數的 產生出來的邏輯 你怎麼樣 我們假設 知道一個數的負數 就是取用它的truth truth complement truth complement truth complement 基本上你把所有的b先inver 對不對 inver然後再加1 對不對 那 那這其實是非常cosly的 那 那假設你知道你這個number 是 是一個signed number的話 那事實上你只是 這個b31的位置 你把它做inver就好 OK 所以 一個本來就 你取一個負數 就是把一個b做inverter 只需要一個inverter 另外一種做法 你可能需要32格 這個inclusive o 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一個例子 怎麼樣 你要曉得 數的 處理的方式來做優化 然後你再看下一個 你剛才講的哪一個 OK 歸扣 歸扣這個問題 你看你假設binary code的話 從1到2的話 OK 1到2 它事實上有兩個bit change 兩個bit change的話 假設我有一個input的話 這個input有兩個bit change的話 那它的會有兩條path的delay 我舉一個例子 呃 就是 假設你有兩個bit delay的話 那它會 兩條path的delay可能會不一樣 那不一樣就會產生glitch 那產生glitch 呃 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要產生一個信號產生glitch的話 它的那個信號的delay就變大 OK 那麼 就它的 呃 path delay會變大 然後再來就是 這glitch circuit 所以也會造成線路的power也比較大 OK 所以我們盡量 那個 很多的那個stay machine的話 我們就會用 呃 歸扣來做引扣 啊 所以你當初在 那個 在做這個stay的這個 呃 code的assignment的時候 啊 你了解到你的stay machine 會走的順序是怎麼樣 啊 然後試著用歸扣來做引扣 那或者 synthesis tool 呃 我印象中好像也 你也可以specify 它用歸扣的引扣 stay的引扣 用歸扣來做 OK 好的 那 那 那 好的 我們再繼續啊 謝謝 下一頁 那 下面這條 如果是他 說的是 你final state machine的 stat的數量 不要超過40個 那他這個40個縣市其實也是 他幫你 預設好的 你可以透過 一些指令來改變這個上限 下一頁 在這個講的是 你在 使用 final state machine的時候 建議使用onehard的encoding 因為 當你用onehard的編碼的時候 他就 不需要幫你decode 那他的電路就會比較快速 雖然他可能會耗費更多的 freeflop 但是 在 超小於15個stay的時候 這樣子的 浪費其實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他還是建議你使用onehard的方式encoding 那 那個 這邊也可以再補充一下 這個 state的 final state machine的stay encoding 其實有 有不少的那個 技巧 我剛剛談到 你用歸扣 encode 有一個好處 就是一般 我們 的 output 常常是 去decode 你的stay machine 所以假設我的output 是 呃 是這些state的compensation 那句的話 那你的stay用 歸扣encoding 所以說在你stay transition的時候 一次只有一個b 邊的話 那你的output呢 也就不會有glitch 那這是一件事情 那再來一個 他說用onehard encode 假設用onehard encode的話 常常我們 呃 一個output是說 到這個state的時候 我就會 呃 assure這個output 好 那你就 假設你用onehard的話 我就把那個 那個bit 直接拉出來 變成我的output 呀 所以你可以讓你的output 的timing 呃 就是比較快一點 因為就是register out 對 這個 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理解 呀 所以這個其實 要找一些例子 啊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是什麼意思 呀 好 我們再再往下好 好 再一個 就教你先個同學來講 嗯嗯 剛才介紹的這些路啊 呃 我覺得都蠻重要的 就是 我們在做largy design的時候 呃 就是很practical 啊 在設計state machine 大概都會用這些機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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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由我來報告 那 進到了sprc 的第三章節 那這章節 比較有關於 呃 黑的啊 或者是引用 呃 或者是constant 或者是module的 decreation之類的 部分 在第三章節 比較同意放在這一邊 然後 我們首先想要第一個講的 在這一頁 會跟module的decreation有關 呃 可以看到第一條3.1.3.1 他說的是module在decreation的時候的順序 跟在最後使用module的順序 盡量要是一樣的 像是這邊舉例 可以看到 在decreation左邊那張圖 滴滴跟CC的位置 他是先滴滴再CC 可是在使用的時候 右邊那張圖 他先把CC放上來再放滴滴 然後建議要照 完全照著左邊的順序走會比較好 那當然呃 這個不是強制的 因為他的嚴重性是recommend 就是他只會報warning的警告 不會爆出error 所以他不是絕對的 但是他就是一個 可能是培養一個比較好的習慣這樣 那第二條3.1.3.2a 跟上一條也比較有關係 他是說在decreation的時候 建議要照著他所推薦的順序 也就是我們先把input寫完 再寫output 最後再寫inout 這樣可以比較清楚的知道 我的module用了哪些input output跟inout 可以把它區分開來 不要混雜的一起用 然後當然在input output跟inout的各自的區塊裡面 也要盡量先寫clock 再寫reset 再寫 others 這樣可以比較清楚知道 到底用哪些cluck跟reset 可以再找put的時候可以找的比較快 這是他的推薦 當然也不是一定的 我這邊補充就前面那個order of a module pro這裡 我們知道這個你在instationally一個module的時候 他的這個pro connection有兩種嘛 一種是by order 一種是by poll name 那現在這個例子上面就是by poll name 那by poll name的話 其實我的順序是不care的 因為他對應的這個net連到哪個poll 是很明確 is explicitly specified 所以這個不會有問題 那by order你就很重要 by order的話 你這個port的順序 因為他沒有by poll name 對不對 他是by順序 所以你這個順序要exactly match 你原先這個module declaration 宣告的時候的順序 這個知道 所以一般避免這種po連接順序的問題 我們一般都會用by poll name by poll name的這種連接方式 提醒大家 雖然這個typing 你要打的指數比較多 但是這樣錯誤的機會會比較大 謝謝教授 剛剛教授補充了 在後面 而且by poll name 這個也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看這個moduleport在連接的時候 因為你的net的名字 不見得會match到你這個port的名字 所以你要是by poll name的連接 你就知道像這個例子 這個into這條net 進到這個module裡面 就是cc這個port 這個對你垂直啊 也比較容易看 好 繼續 好 剛剛教授補充的 剛好後面也有一個roll 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等一下也會再提到 接下來下一個roll是3.2.2.4 那它是說 在我們include file的時候 我們會常常 常常會要include很多file 像是可能我的常數會宣告在某個file裡面 然後再用include的方式把include進來 那在這樣include的方式裡面 它規定一定要使用相對的路徑 不要使用絕對路徑 絕對路徑就是例如說 西草的什麼資料夾什麼資料的什麼檔案 這樣 那這樣絕對路徑會讓這個project 在交給別人做使用的時候就會出問題 因為可以知道資料夾在移轉的時候 不可能絕對路徑會一模一樣 所以就會完全讀不到 然後這邊也是很嚴重的 它這個嚴重性是mandatory 就是它強制性的會爆錯error 所以在include file的時候 它的所有的路徑一定要使用相對的路徑 去保證project是可以做移轉的 然後下一條在這一頁當中 都是有關於參數的常數等等的制定 然後在Vlog裡面有兩個方法可以去定定參數 一個是用聚集的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用parameter 然後兩個方法都是 呃 局在那個灰色的灰色框框裡面 但是我一筆的design 什麼東西等於什麼 或是parameter 什麼東西等於什麼 用這兩個方法去定定常數 那在這一條路裡面 它會建議我們一次只使用一種方法 去保證整個project的連貫性 不要一下用聚集一下用parameter 那其中它會更推薦使用parameter的方法 那是因為聚集 就我理解聚集它比較是所有module都可以使用 那parameter比較算是各個module分開去使用 那這樣parameter的好處是 萬一今天我不同的module 剛好用到同樣的名詞 可是這名詞是代表不同詞 不同的數字的時候就會出問題 所以會希望使用parameter的方式 就是讓它可以每個module分開去使用各自的參數 這樣然後下面兩個都是有點像是附屬的 像是不管你是使用聚集的方法 還是用parameter的方法 它都建議要先把它打在一個檔案裡面 再把它include進來這樣 然後這三個都是warning 也就是說不是強制的 那再下一條 這一條的就是剛剛老師有補充的 就是在module在使用的時候有兩個引用的方法 一個是用跟name有關的name association 或者是用位置有關的position association 那會建議使用跟name有關的就是直接 port的名字是什麼 就把它然後要使用的東西刮好在後面 不要使用位置 因為位置一旦漏打了或者是打錯了 你會很難發現位置的那個錯誤 然後會出很多的問題 所以也很不直觀 所以就是使用name會最好 然後但是之前我們在上可能邏輯設計的時候 邏輯設計實驗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可能會偷懶 會不小心使用到position的方法 那但是它明明合成是可以過的 可是它上面明明就寫說這個raws是error 它會報錯的 但是為什麼 是因為可以看到下面那張圖 在跟這個raw有相關的parameter有一條 叫做check parent association 那這一條parameter它的預設只是no 也就是說 就算你使用了位置相關的寫法 它也不會報錯 除非我們自己人為的把這一條parameter設成yes 它就會去做報錯的動作 讓我們就可以強制我們去使用name association 那再來最後一個我們選出來的raw 其實不只這個 但是我們就是放了3.5這個大章節 它都跟header有關 header就是在創立.v檔的時候 它會在上面有一個框框 然後會寫要我們輸入作者名字日期 然後使用的po然後它大概是要幹嘛的 那這個我們在之前在上課的時候 沒有被特別教要使用 也不知道其實也不太知道怎麼打 但是可以料想得到 它其實在實際的運用上面很重要 因為一個好的header可以讓使用者 不用看margin到底打什麼 只看你的header介紹它就可以使用 然後可能在公司上面應用也很重要 所以這部分是我們比較不知道 所以想請問老師這樣的寫法 有什麼重點還是我們之後有機會學到 這個coding還蠻重要 因為你把revision history放進去 那這header其實在open source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功能 就是它的open source的license 就是說你今天你這個code 要open source出去的話 你要讓人家知道使用你這個open source的code 是go by哪一種license 是GPL license還是MIT license等等 也都要放在這個header裡面 這是一個good practice 我相信你們到公司裡面 他們大概都會inforce 一定要有一個sender的header at least你的company name要寫公司名字 對不對 這個還有作者啊 什麼這些revision record 我想這個一般正規的公司 大公司都一定有 這方面都很強制的規定 是那個我想請問license是什麼 因為我上次有遇到 他說我的license沒有成功 是我沒有license 不是我不是指這種license 我指的是那個open source的license 你現在到github 任何一個github去 你看它的那個 Either在 在那個github的那個 進去 他就會說一般都會有一個license file 他就說我這個open source go by哪一種 哪一種open source license 有的是github的license 有的是github的license 就比較retreat的 比如說你今天用了這個open source 那你所有的你的derivative work 你基於它所開發出來的東西 也需要open source 是github的license 那mit的license就比較free 所以就是它並不要求你用了它的 比如就是它衍生的work 你需要open source 你不需要open source 用它的東西 你不需要強制 需要open source 那所以 第一的在github的bound page 你就要define 我是用哪一種license 那其實individual file裡面 也會陳述說我要用哪一種license 我指的是這open source license 你指的是什麼 是工具的license 好像是就 我要合成的時候 他說我沒有合成的license 然後不讓我合成 Sy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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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Sylings 是Sylings Sylings Sylings Vivado 對 Vivado 的時候 哦 那個 它suppose都是free的license 你應該要有一個license file 了解 你在download它的那個工具的時候 它好像我印象中過程中 你要specify它的那個license file 對 你可能那個那個installation的過程中 有 有 關於license的部分可能沒有處理好 我想其他同學沒有問題嗎 用起來都沒有 對不對 因為我是在處理其他計畫的 的時候用Vivado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現在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notebookPC上面 都Vivado的出網 好 好 我再回去試試看 謝謝老師 那 我們大概選了那麼多 Rows 就到這邊為止 然後 但是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在前面 Rows裡面很多的地方都有相關的parameter 然後可能會很多人不知道parameter是什麼 那這其實是寫在這份pdf的前160頁 只是我們報告就是直接從170頁後面的Rows開始報告 所以 包含前幾組啊 很多地方跟parameter有關的地方其實大家不太知道 然後我們就是因為有些意外 有被分 以為要讀這裡 所以反正這邊的部分我們也讀到 然後也覺得他其實蠻重要的 所以想介紹一下這個setparameter 參數設定 那他簡單講一下 剛剛有提到很多Rows都有相關的parameter 這些parameter 有些可以去改變這個Rows到底要不要去啟動 到底要不要執行這個Rows 有些是改變這些Rows執行的 幅度力道要執行多少之類的 或是哪些Rows要啟動之類的 這parameter的功效就是去改變這些Rows的內容 那他怎麼用 就是在下面打這一行 首先先打setparameter 然後打上你想要更改的參數名字 然後打上這個參數名字 每個參數名字都有各自的value 然後打上他應該要有的value 透過這樣的方法就可以去改變Rows裡面的性質 進而去影響他最後呈現出來的報告 簡單介紹一下 在前160頁其實就是parameter的有點像字典一樣 他從A到D完整的把它擺出來 然後所以他就是一個一個的 把每一個parameter各自跟什麼樣的Rows掛勾 把它這樣擺出來 所以在這樣的我們就結了其中一個parameter出來 像這個parameter是Always Block 這個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就是這個 然後他跟什麼Rows有不好 是這一條 2.6.1.4這一條 他的內容是說一個Always Block裡面不能超過200條 200條 200行 那他的預設值有寫在下面 他是200 然後我們可以輸入任何一個正整數去改變這個Rows 到底要不能超過多少 像是他下面舉例我們可以把它設置成300 也就是說今天我就可以超過200行了 他就不會出現Warning的警告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範例 然後在前面160頁大概會有快200多個parameter 我們都有讀 然後選了其中40個比較有用的或比較有趣的parameter 然後有統整在下面的表裡面 因為我們重點不是parameter 所以我們就只是整理在裡面 如果之後有大家在實作上遇到了可能遇到一些報錯error的情形 然後但是又不知道去哪裡改 然後或者那些跟報錯有關的Rows 剛好又有parameter可以去做調控 那或許可以剛好參考到不一定 就是先放在這裡 那最後想要問老師 剛剛兩個問題 然後第一個問題是剛剛那個header 一個標準的header應該要怎麼寫之類的 或者是實際上的應用 所以已經算是問完了 那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困擾我們比較久的 就是setparameter我們知道他怎麼打的 可是其實我們不太知道他到底要打在哪裡 在pdf當中裡面有說 這個setparameter指定要打在TCL console 可是其實我們不知道是在哪一個軟體程式的TCL console 那我們最直覺想到就是Vivadu自己有一個TCL console 可是我們自己去找到裡面並沒有這個setparameter這一條 所以不是在Vivadu裡面打 然後又去看了一下pdf 這些Rows都是跟 這個我要解釋一下 這個你現在看到的這個link rule是synopsis的 並不是給synopsis的 所以它上面講的這些TGL什麼是synopsis2來試用 所以我們如果是使用synopsisVivadu我們是沒辦法使用setparameter這個指令 要特別去看了 對 好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可以 但是我只是說你們現在看到的link rule是synopsis的那個LinkedIn2 提供的這樣 好 因為我們也是困擾很久 因為真的不知道在哪裡去打 那 好 謝謝老師姐 這樣 然後我們報告就在 所以它上面的所有的這些 我就說你們看了LinkedIn那些parameter defined for synopsis 所以說forSynopsis它可能有它自己的 但是就是你要看它的synopsis yeah 好 好 好 issued 好 好 看得到嗎? 好,可以看 這部是歷史組的 開始 開始 距離 做個指導 左側的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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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側的採訊 正確 我別到寫法 這個地方我稍微補充一下 我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那個 說這個路不見得一直正確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我們上次 我這邊分享,分享一下 这个screen可以看到吗 这个screen可以看到吗 可以 我们来看一个叫做John Ricky Clock 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今天假设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clock 然后我用一个就是divide by two的clock 它可能是这样子产生出来 OK好 那我们 那有可能的情形是 我今天这边产生的一个信号 由clock one产生的一个data 这data从clock one产生出来 OK 那这个data呢 我希望被clock two的sample到 就这边产生的data呢 我希望被这个clock two 来sample的话 OK 那么 你要再写的话 那这个一般的这个clock two呢 我可能就是一个toggle free flop 从clock产生出来 然后 这边击备回来 然后这个就是clock divide by two 的clock 那这个data的clock 那我可能是 这边 这边的一个逻辑 这个clock产生一个逻辑 然后我要被这个data by two的clock data by two的clock sple 假设是这样逻辑的话 好那你假设你的这个clock two写的解法啊 假设你的解法是是clock啊 然后这个clock d2是等于这个clock OK 等于是做toggle OK 应该是clock divide by two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OK 好 那那今天假设我的这个 所以你假设用的是 是这个 data by two 的话OK 那 你今天的这部分 combination with large 用的是blocking assignment 然后你的这个clock 用的是 是像这样子 是non-blocking assignment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你要是做simulation的话 你会发现有问题 OK 你会发现我这个clock 产生出来的这个 这个d呢 经过这个combination logic 经过这个combination logic 因为都是zo delay 全部都是zo delay 所以你会发现他在这个clock 会sample到他的output 而不是这个clock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的clock 2呢 这边用的是non-blocking assignment 那么 那他会在simulator schedule的时候 会放到 你们还要记得的话 前几个礼拜有讲到 他有四个queue嘛 对不对 一个是blocking的queue 一个是non-blocking的queue non-blocking的queue 所以说这个stame machine 就这里面的combination logic 都是用blocking assignment 对不对 你假设at所有的input 这个假设是queue的话 对不对 然后这边的这个blocking的 这个你都用的是blocking assignment 所以他都会放到这个queue里面 OK 那这一个 那这个又用的是non-blocking statement OK non-blocking会放到第二个 所以会当你这个全部evaluate完之后 还会去evaluatenon-blocking non-blocking 那这个clock2是在non-blocking里面 所以这个在同样的这个clockage 他会看到新evaluate出来的 这个combination logic的value 所以这个这个结果就是错的 这结果就是错的 OK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的你要让simulation可以work的话 你这个地方就不能用non-blocking 要用要用要用blocking statement 所以你的这个clock2就会在在这里 evaluate 这个可以理解吗 可以 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是在做simulation 很容易出错的地方 好的 我们再回来 哦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对 我觉得 retention 你在这边 retir证锠销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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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231,它指的一樣 就是blocking assignment,不能在sequencer的OS 然後231,這跟1317一樣 但是有secure set跟reset 我要在同一個 在同一個 always block 用多個s 多個clock的s 那這個寫出來的例子就是 哇,又被禁止了 對,這基本上 這是non-sensensizable 下一頁 下一頁 二三 二三二 我要 在同一個 always block 一個clock的 兩邊 再一個 二三三就是 但是 現在不要在 同一個 always block 裡面 describe on the clock的h 要分開來 對 不是 我 就是寫出來的code 不是他寫的code 這個code很奇怪 這個code很奇怪 好像跟這個模式 看不太行 他知道怎麼 形容他 不是 想出來的 也不太確定 是不是對的 這個 這個 他沒有辦法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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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變數 to register clock to a 等於 Cargo 他就叫你 叫你避免 這個等於是 clock generator clock generator 不要在一個 always的clock 這個block裡面 做兩個clock generator 這個是reference only 對我想這個 這個要sensor出來 這個邏輯 還是可以sensor出來 對 這是應該是一個reference the reality 是reference 只是不是一個很好的 practice 好 上一遍 二三四一 tombe fact the initial value 比較 yes bis bis tombe fact initial value 對對 基本上 這個 是nonsensisable 對 就是 一般 我們這個 你的r 我們要分兩部分 ok 一個是做testbench 那testbench 你可以寫behavior code 所以你這個initial 是ok的 那你假設你寫的value code 是rteal code 要sensor 成你的線路的話 那你的initial value 一定是reset 對不對 要用reset來做initial value 而不是用initial 所以 你也寫 基本上原則就是 我寫rteal code 就不要用 不能用initial initial這個是forbehavior 寫testbench用的 好 基本上就是 打到這個樣子 那initial value 一定有reset 在裡面 對 好的 好的 好 下一個 如果 已經收到的話 他就給個警告 或312 好 這個我覺得 應該要 應該要給women 對 或error 不能這麼做的 好 下一個 好 不算 不算說說 每個freefart 應該有一個 對 或reset 而synchronize 的 不是說像這樣子 一個reset 但是不能同時有 任同時有set跟reset Asynchronize reset 對 他基本上 should have an asynchronous set or an asynchronous reset 好好 他這個linked rule 他是recommand 你的design是做asynchronize reset 好 那 呃 在過去啦 在過去 people 人們是recommend 用synchronize reset 好 那 現在 people 就是 suggest 用asynchronize 但是 還是很多人在用synchronize reset 那某些狀況需要用synchronize reset 所以這個rule 他是recommended recommended recommended 所以並不是強制的 嗯 好的 好 好 再多 好 二三 我稍微提一下 對 回到前一個頁 我不曉得同學們 你們知道 什麼叫synchronize reset 什麼叫asynchronize reset synchronize reset 呢 它必須要有cockage 才能夠做reset 就是我cockage 有cockage的時候我在看reset pin 是不是有耳色 然後我才做reset 好 可是當 當在系統 initial 啟動的時候 我畫一個圖好了 這個觀念 這個還蠻重要 為什麼現在 people 要用asynchronize reset 就是在系統啟動的時候 系統啟動的時候 你 呃 這個線路裡面 一般可能會有PR 那這個PR 會 呃 我們來看 一般 一般我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叫做POR POR的線路 也就是power on reset 也就是說在我的design裡面 我這顆chip裡面 沒有 上面 哦沒有share 哦OKOK 好 可以這樣 這個還蠻重要 系統 design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奇怪 我這怎麼拿不開來 好 等一下 好 就是說 一般 一般我的chip 會有reset pin 對不對 但是有些chip是像 有些chip其實是沒有reset pin 它沒有reset pin 它會有VDD power 所以在這個chip裡面 會有一個叫做POR的線路 就是power on reset的線路 那它power on reset的線路就是 detect這個VDD 啊 啊 這VDD超過一個threshold的時候 reset就拉起來 所以你的reset呢 是active load的話 假設resetn的話 好 所以它是low 假設你這個VDD呢 啊 到這個 到一個threshold的時候 你的reset呢 resetn呢 原先是low 那到這裡reset才起來 好 reset才起來 OK 好 那 那 在我chip裡面 也會有clock generation 那會有一個POR的線路 那這個POR的線路 可能會也需要有一個reset 所以這個reset呢 會是怎麼樣 會 所以reset期間呢 是沒有clock的 啊 也就是說我的POR的這個clock output呢 啊 會怎麼樣 reset結束之後才有clock 啊 所以你假設用的是synchronous reset的話 你要用synchronous reset的話 你發現這個chip呢 這裡面的POR是沒有reset 因為在reset期間呢 這邊是沒有clock的 沒有clock 所以你假設要用synchronous reset 你就發現你這個POR 事實上 沒有辦法做reset 啊 所以這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people 要用synchronous reset 那synchronous reset 有一個危險 就是我的reset呢 假設有一個glitch的話 假設我的reset 啊 收到一些信號干擾 有一個小glitch的話 你長的一個glitch 那不小心就把你的feedback 就reset掉 因為它並不做一個clock age 這樣 所以 像 假設你要用synchronous reset的話 啊 所以你的reset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假設是 你的power on reset 啊 power on reset 啊 這樣起來 你就需要把你的reset呢 往後延 啊 假設這個是power on reset 你就要把power on reset 再往後延 啊 往後延 看你要延多少時間 可能 一般可能會延多少microsecond 一定要做這種動作 或者 這個chip就 就沒辦法做reset 這個 這個可以理解嗎 啊 可以 可以喔 這個 所以這是一個原因 你為什麼要用synchronous reset 這樣 好 我們再繼續 好 我們再繼續 好 好 我想 應該 應該有fix input 建立啊 沒有fix input 這個基本上沒有意義的事情 好 對 對 二三 沒有 沒有 我新的那個reset 的flipfab 跟有reset的flipfab 混在一起 比如說這個code 就是out one 有reset out code沒有 要分開 在我的reset 裡面 嗯 是 對 好 再一個 二三六 二三六 二五 不要 那個reset 那個reset 有個reset 建立 建立 好 下一個 等一下 好 那 再回到剛才那一個 OK 所以你真的 你的底線真的有需要 在這個 Eitherreset N1 或reset N2 來做reset 那假設 碰到這種情形 你要怎麼改你的code 對 對 假設我的design這兩個信號 呃 你就是有兩種reset的condition的話 那這個code要怎麼修改 對 前面再先設一個變數 讓它是 reset 1 跟reset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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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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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4 1 2 4 1 好,我是一一說 要把那組的 discussion 跟其他 combination 的 discussion 分開來 三、四、一、二的話就是 在同一個媽姐 不要跟其他的混在一起寫就對了 踏詞不要跟其他的 discussion 混在一起寫 然後二、四、一、三就是 踏詞不要有噁性混的事 的reset 那個入,想不出來有什麼 道理 有什麼 假設我一個 latch 有 asynchronous set 或 asynchronous reset 對,這個想不出來 第一個 latch 本身不是 suppose 我們的 design 是不應該用 latch 但是 對於一些 high performance 的 design 我常常會用 latch 我可以舉個例子 為什麼我們做 high performance design 的時候 會有 latch 我這邊再 share 一下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我們平常假設我有兩級的 pipeline ok 然後這邊有一個邏輯 我假如是這樣子一個 design 那 那當然 這種 pipeline 的話 假設這 delay 是 T1 這 delay 是 T2 然後我這個 clock的 peer 也叫 TP 好了 這是 clock的 peer 那我們在做 design 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試著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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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delay in each pipeline stage 這是我們在做 design 的時候 要盡量 balance 也就是說我的 T1 呢 希望能做到 也跟 T2 呢 那盡量 balance 這樣普通的最好 要不然 不 balance 假設 這個 T2 大於 T1 的話 我 cloud period 就是要大於 最慢的那條 path ok 那 what happen 假設我的 design呢 沒辦法做到很 balance 假設我的 T1 呢 就是大於 T2 還大於不少 margin 的話 那我怎麼樣 這樣有沒有方法 但是呢 但是呢 我 T1 加 T2 呢 就小於 兩倍的 T clock period 那我是不是有可能 這條 path的 delay 呢 我能不能偷到下一集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time borrowing time borrowing 我就試著 最好 delay比這個大嘛 那我能不能偷偷用下 下一個 clock period的時間 有沒有可能這樣做 常常我們做 high speed design 會用到 所以我可能就會把這個 free flop呢 我把它改成呢 改成 改成 latch 改成 latch 把它換成 latch 好 換成 latch 會是什麼樣的進行呢 好 換成 latch 這個是 好 所以今天的 T1呢 這個 path delay呢 我可能就可能 這個 delay 可能就可以超過一個 cycle 那 T2 的 delay呢 就是在這裡 這假設是 T2 所以我就有可能 他就不需要在這邊 要 setup ok 那對 latch 來講 我要讓他能夠 latch 這個 stay 是在 folding edge latch 所以就等於是我可以偷半個 T的時間 啊 偷半個 T的時間 好 偷到這裡來 那 他下面呢 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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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delay呢 也不見得是要 要小 要小於半個 T 因為 這個信號呢 在這個 transparent的時候 就已經過來了 所以說我 我這個 T2 的 delay 其實是可以大於半個 T 啊 所以他的 他的好 就是 T1呢 啊 他 只要 as long as 小於1.5個 T 啊 小於1.5個 T 在這邊能夠 latch到 就可以了 啊 那 T2呢 事實上也可以用半個 T 就是 這裡的 啊 嗨 因為在這段期間是 transparent嘛 這個信號就直接過來 啊 那 那這種 latch的 比在 有時候高頻的線路 我們會用這種 這就是所謂的那個 time borrowing 的 技巧 啊 但是你用這種就是 要很清楚知道 你到底 是 做什麼設計啊 你自己也要很清楚 啊 而不是像那個 Velocope incomplete的 Sensitivity 力氣 然後 accidentally 產生了一個Latch 不是啊 那你要用每一個Latch 你都有一個你自己的Property 啊 啊 OK 好 這邊就補充這一點 啊 好 你再繼續 嗯 好 那這 啊 下一頁 floors 二次五是 那就是 二次五是怎麼講 Tristate Discrimination 啊 至於 是說 Discrimination 裡面不要有 有Tristate 跟其他的Discrimination 基本上我们现在做拉锯设计 on chip是完全不准有tri-state 因为你tri-state这件事情 你的那个timing很难做 可以tri-state 所以基本上你写RT而扣 是根本完全不能出现 这个tri-state Z这种东西 所以它是mandator 要有 25512也是说tri-state不能 如果有的话也不能用一种magic 基本上就不准用 是那个 我先tri-state的所以就包括 你说这个code 你是不是只有奥特 我算是硬了 我算是硬兔这样子 不行 下一个 所以基本上就是不准用Tri-State 下一个 因为Construct应该只有一个output 建议有一个output 应该要分开来写 比较好 下一个 第三是 这个OS 不要有超过五个output 是 OS Dock 不要测试 200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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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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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一個衣服配置這些的 我要用兩個以上 對 我想他的主要是for code 就是你的 code 讀起來比較清楚 那一般來講就是你一個OS block就是處理 也不是說只能處理一個output信號 而是同樣性質的output 在一個OS block裡面處理 不要在OS block裡面處理完全不一樣的multiple的output 但是它是不同的goop的信號 因為假設它是同一類的信號 本來就應該goop在一起 把它分別用always block寫 那看起來也很too tedious 看起來也太繁瑣了 所以並不是說不能夠處理matical output 最好是同樣性質的這些信號 再一起處理 好 再一個 一個是 一個是被 而上過的 always block裡面現在有上過的 不要再被讀取 比如說這邊 現在有上就不要在後面 這個 直接 下一個 270 你 如果 去 把衣服的 往的往的 和被 把衣服的 就這樣 的 可以回成右邊這樣子 下一個 基本上272跟2723講的是 跟2721講的是一樣的事情 就是這樣子 下一個 2724是2731之前要講的 不要說太多if跟else的onstruct 等會我們回到前面 在前面一頁 這邊就是說你這個if condition裡面有multiple信號的邏輯 這個大家要 pay attention 就是說我今天在寫一個combinational logic的時候 它有multiple input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completeness 這個非常重要 否則的話你的底線就會漏水 我們常常會說 你這個拉鋸扣裡面會漏水 漏水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些信號的condition 你沒有specify到 也就是說你邏輯沒有想清楚 中間有一些組合你沒有考慮到 那這個沒有考慮到你出來的邏輯 你本身就有flow 就有瑕疵 那麼 所以說你今天假設用multiple信號 的這個邏輯的組合的話 中間就很可能會漏水 像你說這個condition one and condition two 那是說單都是一 你只考慮到都是一一的case 兩個都是一的case 那假如一個零 一個是一呢 或者兩個都是零怎麼樣 的狀況 所以他recommend 你今天假設用這種if or else的話 你假設用這種priority的話 你就比較不會漏水 不會說有些condition 像condition one true的時候 那false的時候看condition two 所以你這 只是考慮到 所以你應該還要有一個else 在condition two的時候還有一個else 那這個else就是什麼 就是兩個都是零的情況之下 了解就是為什麼他盡量避免 你有multiple信號的這個邏輯組合 因為這個你像是寫法 就會有一些邏輯的組合 是可能漏掉的 我真的就強調一點 companation of large 的所有的input 你一定要make sure 它是不是完整的specified completeness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在做設計的時候 好的 好的 好 再提醒 就是if lost then less 請不要太少 然後2732也是一樣的 對 這個if else 像你要我們平常在做邏輯設計的時候 我們會tend to用那個peer a table 我這邊show一下 一般最好用case的寫法 我剛剛講到要漏水這件事情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在很早期的時候 我們做這種邏輯設計的話 我會習慣用peer a table peer a table就是input output 那input呢 有input 有in1 in2 in3 那我會make sure 我會make sure 我的所有的input 都是complete 例如說 這個 這個00 然後我這邊就會是 我在pla會寫hyphen 意思就是說這個 in3是downcare output是什麼 ok 然後呢 在01 downcare的時候 是怎麼樣 或者是0 所以我就可以 看到說 那這個是1 然後1 1 downcare ok 所以 我現在寫了3 這個input 3個input 應該有8個組合嘛 對不對 但是我有downcare在裡面 實際上 我先問 我現在這樣描述是不是complete 我現在用三行來描述這三個組合 我是把說我的要的邏輯都specify 這是不是complete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這樣子寫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假如不complete的話我漏掉了什麼condition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一下 對啊 你看像這個statement其實我寫了四種case 這個statement呢 我寫了兩種case 這個statement我也寫了兩種case 所以total是八個case 所以 事實上我把所有的condition都specify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 我的這些input的各種組合 我都定義了它的output 所以這是complete 那 所以一般 我用p而的解法 我其實可以對應成case 對不對 case in2 in1 in1 0 對不對 然後我case 就可以00 然後問號 對不對 01 問號 1 問號 我這樣其實是complete 所以我一般 那個 那當然我用if的話 就是寫起來比較方便 if else 這個if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一般 邏輯的思考會習慣 if else 這樣子的寫法 是ok 但是你用if else 這種寫法 的話你不太容易去檢查 它是不是complete ok 那我用case呢 就很習慣 這樣一看就知道 這是個complete 對 對 就把所有的input condition 都specify 這樣 對 這個蠻重要 就是常常我們在做邏輯設計的時候 這種combination logic 你是不是能夠 不漏水 這件事情是你在設計時候很重要的 要考慮的事情 要考慮的事情 好的 那我們再回來 好 很奇怪 所以要用case 用case 就是 用case寫當然比較 tedious 但是我很容易去check 是不是complete 我用if else 當寫起來比較方便 我想大家會習慣用if else 但是我用if else這種寫法 你就要注意 你的所有的input的condition 是不是都specify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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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 嗯 尤其三個 嗯 尤其三個說 如果他的內心不要超過某個 內部 完全用case 要好 嗯 嗯 嗯 尤其三個說 如果 可以emerge的話 就把 那些 Sweet if savement merge 嗯 嗯 然後尤其三個說 indent 就是 就是 不然 尤其二個 尤其三個 要用worktrade 不讓你要 worktrade worktrade 是behavior code的決法 絕對不synthesizable 是絕對不用 好 再一次是 類似 最後一定要加一個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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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應了 他的位置應該要維持 他的 Face的Smart 你說這個M9 兩個D 他 Face應該有 兩個D 下一個 Face的Face 不要有重複的 了解 28154 不要用FullCase Do not useFullCase 嗯 Do not use 欸 喂喂喂喂喂喂 嗯 嗯 Do not useFullCase 這件事情 他是Prohibit 嗯 嗯 嗯 我覺得這這點 他 我不太同意這一點 用FullCase的話 你的邏輯 就是平行度比較高啊 這個你的那個Path DelayPath會比較短 因為 你一般做Case的話 他是照順序來Evaluate 啊 OK Match的第一個 那後面就不會比較了 啊 那這個 這個insentence是屬於Party encoding 啊 A priority decode 啊 Party decode的timing path 是比較長的 啊 是比較長 那 Path Case 他就平行在 在比較 那他的Delay會比較短 啊 那我們平常 在做Synthesis會要用FullCase FullCase是Synthesis Synthesis Synthesis 的那個Directive 他告訴我 我在做SynthesisLogic的時候 不要用 Priority decode 因為這個DelayPath Cascade起來 DelayPath比較長 那我要用FullCase 欸他說不要用FullCase 還有一種叫 ParallelCase 我應該誤會了 應該是ParallelCase 可能是ParallelCase 我們應該要用ParallelCase 對於FullCase 對他可能是不要用 FullCase盡量不要用 我剛剛講的是ParallelCase 好的我們再繼續 這個用FullCase的Synthesis FullCase是什麼 我們再想一下 我們再繼續 我們再繼續 我只把FullCase FullCase 如果它的 Input的很大的話 我現在不要用Case 就用FullCase 好 下一個 2831 2831 DFull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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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po應該 不用一個Constant 應該用 就是不要用Constant 用PX 他建议是这样子 这个我还是 再回到这个 Case这件事情 我刚刚讲到 Case有一个好处 就是 他的那个downcare condition 很容易 而且很容易check 他是不是complete 那 Case的话 我可以用 就是synthesis 用parallel case 来让他的这个 逻辑 的timing会比较短 那我假设 他说不要用Case 用if 那if就是priority decode 因为if else 这种东西 他并没有像那个Case 可以用parallel case 所以 我对于 我对于他说 不要用Case这件事情 是 保留 我们知道 刚才他是recommend还是mandatory 刚才那个 那个入 recommend 写的很长 但是 也不见得很长 因为我用downcare的话 也不会很长 像刚才那个八个 三个input 八个Case 其实我用三个 三行也就可以写完了 我用if也是一样的状况 对 所以 这是recommend 我还是觉得用Case 然后 加一个parallel case 这个timing 也兼顾到 complete 跟 那个timing 因为if else 它就是paral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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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ore 那个timing delay就比较长 嗯 OK OK 好 再一个 二、三、三、四 就是说不要用FourCase 二、三、四 如果一个signal 在D4Case 被用到doncare的话 它不要再下一个 当初下一个的if 嗯 嗯 的condition 因为这样子 它结果可能会 没有固定的结果 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我 我用一个case 然后呢 里面有doncare嘛 一个问号 然后在这个case的statement里面 我再用一个bidding 里面用if的一个 原先doncare的那个信号 再来做比较 它说不要不要这样做 这个倒是 同意这样做法 它这个是prohibit嘛 就不要不要这样做 而且不要用FourCase to suppress latch 因为 所以你用FourCase的话 有些condition没有specify到 一般 你要是没specify到的状况 它就会产生Latch 产生Latch 假设没有default的话 然后你有时候也不喜欢看到Latch 你就加FourCase 这样 所以这并不知道 你假设是FourCase 你就必须是把所有的condition 就specify到 好 好 这样就 ok ok 再一个 这个是 一个底下 尽量不要 做CaseX 或是CaseZ 嗯嗯 尽量没有CaseZ 对啊 哦 它是increased chance of overlapping 啊 下一个 嗯 啊 二方三个是 Default的 或是下个最后一个 Default的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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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然后CaseX跟Case 也 不要用Default的当作管理一下 哈哈 哈哈 嗯 是是是 它的Compression不要太复杂 就是比如说CaseX 中间 可以用EXX 或是 你不要用EX 中间 或者是一个 嗯 就不要太复杂就对了 嗯 嗯 下一个 所以你的Default的Case 最好还就是用 用Case 然后这样是用问号 啊 这样方式 就是 来SpaceXXX Default的Default的Case 下一个 那当然我们一次 Case不要有Overlock 嗯 那你讲过 诶 Do not use ParallelCase Default的Case 这也是很奇怪 嗯 嗯 那边这样写的 主要 主要 你 我看 最重要一点 就是那个Case 必须是Complete 啊 As long as 你Specify是Complete 的话 用Parallel 就没有任何问题 啊 呀 所以重点 不管任何情况 我的逻辑 就是要Complete 这个是 不可以Compromise 呀 的做法 呀 然后 加ParallelCase 应该让你的 タイミング更好 他为什么是Prohibit 嗯 他这样是Prohibit 为什么有Prohibit PairallelCase 很奇怪 好 好 我上次说 Case Constant Condition 不要用固定的 Constant 对啊 这个也 下一个 好 下一个 二八五四是 Paste的Condition 不要用Variable 或是Expressor 比如说像 旁边附的这样子 哦 嗯嗯嗯嗯 對 好二八五是 PasteConstant Condition 尽量不要用 有那个运算 对 对 我说像这样子 哎这应该是 这个奥基口的 不是 Edrice的 打错了 应该是M 奥基口 对应该是Logical 两个M 对 因为你假设是M的 他这有四个 也是 也是不好啊 这个也是 嗯 下一个 二走一是 我 我 用那个 要简单 也只能这样 比较简单的 破回圈 比如说 所以简单 简单的破回圈 就是他的loop bound 哦 跟那个Ending Condition 而他的loop bound 跟这个都必须是Constant 啊 你不能是Variable 因为Variable 他就没办法 sensersize 我下一个 我下一个 我走一样是 你上 他就没固执好 他就没固执好 他就讲这个 那一圈的 不是啊 你只能有 变速 嗯 那 就是 这一圈里面 有 有Magic Operation 二一变速的Magic Operation 的话 我先不要超过 10 Vax On 的 变速 嗯哼 我说 再多次 再 一个 通过 对 他这个Depot Value 只是 准备 你 不小心 产生 你不预期的 的线路 啊 其实这个 不是一个特别 强行性的规定 下一个 下一个 二 二 二 四 对 用 Helry's Magic的 Operation 不要在里面有 如果他不是 non-constant的 他是non-constant的 你说像这样子 兩個變數 1等於B加1 這樣子就 往下一個 主要主要是那個fold loop 像剛才這種arismatic operation 你用fold loop其實是非常cosely 代價很高的 因為 他基本上 就是parallel 你看像你這個 就會產生三個加法器在你 三個incrementor 所以 他不recommend用 ARISMA運算用fold loop來評判 他希望你用什麼 用resource sharing 假設 假設我有這個加法 Instead我用三個加法器 我希望用一個加法器 然後 去schedule它的input 花三個cycle來做完 做resource sharing 要不然 你這個花的給看代價是很高的 所以你盡量避免這樣做的事情 好 還有一個 問題是 Logical跟relation 是 願意不要做 這樣子 這一點倒是 假設是Logical跟relation relation 的overhead是比較大的 relation就是比較氣嘛 comparator 同樣型跟那個前面arismative運算是一樣的 它就產生平行的運算 但是Logical 假設是Logical的話 Maybe不要用fold loop 你可以用那個by by的那個large operation 來做 對 Logical operation 平行的Logical operation 是經常有的 好的 下一個 二十九二十二十四 理事的 理事的部分 跟拉起部分 對話的 discretion 要 看來 比如說 我跟這樣子 不行 那邊這樣子就 是對的 好 好 好 再一個 好 最後一個 原來的 他對 鋪上 你家 我想大家應該都很習慣 加加這個 刮虎嘛 來 specify他運算的 先後順序 雖然 每一個運算都有 他的那個 precedence 的rule 但是那些rule 有時候 也很容易搞混 很容易搞混 所以最明確的 寫法就是你家刮虎 來示範他運算的 先後順序 OK 結束 好的好 OK 所以 今天的報告就 就到這裡 讓我們聽到 我們聽到 不聽到 我們聽到 我們聽到